环球经济阴霾未散,失业率持续攀升,大型屋苑涌现低价成交,市区上车指标牛头角淘大花园两房单位,减价后售600万元,低市价约5%。 而大埔新丰花园特色单位,更以低市价8%。造价低于800万元。香港置业陈敏睿清,上述淘大花园D座中高层7室,实用面积约375方尺,以630万元放售两星期。 即获外区客欠扣,由于原业主已扣入其他物业换楼,税减价30万元卖,赤价约1.6万元,而单位估值至少预640万元。 时次属低市价,他认为,撤辣降低买楼成本,盘元同时增加,令交投向上,有助楼市健康发展,而过往楼价屡创新高的特色户,近日都6平价个案。 世纪21拍宇李洛张指,新丰花园11座顶层连天台户,实用面积626方尺,属三房间隔,叫价830万元放盘一个月。 积价55万元,以775万元卖,赤价12380元。 据悉,单位已雕空一段时间,故愿意平价转让,元朗影遇连平台单位,亦仅已贴近三年多前入货价转手。 尼家国陈庭峰表示,该盘一座特色单位,实用面积约454方尺,一房望何景,5月放盘叫价735万元,终售698万元,尺价约15374元。 原业主2017年1月以650.4万元扣入,其内账面仅升值约7%,而抗跌力最强的港岛项目,近日亦频频失手。 市场消息称,西湾河里景湾日康角中层单位,增叫价1100万元,早前有客出价1000万元仍被拒,受大市气氛影响,累减至975万元卖,尺价18190元,低市价约5%。 中原杨文杰组称,则如冲康而花圆珠座低层七室两房户仅售830万元,尺价15690元,属大两房低价买卖,该盘本月67宗买卖,平均尺价达17254元。 事实上,部分物业成交价更已跌穿数年前扣入价。 市场消息称,马安山星年海3A座低层单位,以1050万元卖,约三年多账面贬值于100万元,但未扣除扣入时有机会获得的现金回赠。 感谢观看